这几个问题会暴露你办公效率低下 小乔,你把这些大标题都加上章节序号 好的 做完了 十秒搞定 选中一个大标题,点击编辑,选择,选择格式相似文本 这样大标题就都被选中了 接着点击多集列表,选择定义新的多集列表 这里输入地和章,设置一下编号样式,搞定 那你再把小标题加上序号 好的 做好了 十秒搞定 选中第一章下的小标题,点击编号,选择新的编号样式 这个改为一,第二章也是同样的方法 把编号格式改为二,以此类推,设置完成所有,搞定 那你再把这个分辨搞定 好的 做好了 十秒搞定 这种输入文字不会变化的分辨非常简单 只要插入一个表格,把内容输入进去 然后选中表格,设置为无框线 鼠标拖动选中右边部分,设置下框线和内部框线,就搞定了 这种输入文字幕是非常简单的 本来说是要来的